各位教友避難 避難 今天是我們常年期的 將臨期的第三個主日 那麼我們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福音內容 跟什麼有關係 你們還記得嗎 將臨期 跟常年期的最後幾個主日福音內容 連接起來 有人拿到那個明沙片偷看 就是跟耶穌基督的再度來臨有關係 還有世界的審判 世界末日 這樣做連接那個 假以冰年的結束跟下一年的開始 所以這就是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福音內容 那第二個主日跟第三個主日的福音內容 很多跟將臨期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有關係 就是西長若翰 上個主日的福音跟今天的福音 都跟西長若翰有關係 還有下主日的福音呢 跟誰會有關係呢 將臨期很重要的另外一個人物 比西長若翰重要的五數位 耶穌 耶穌阿 將臨期 誰在 對 聖明 他就是 歡迎耶穌阿 等待他的當生啊 所以理所當然的也會提到他的 在耶穌基督當生的角色 那麼我們今天的福音 所以介紹西長若翰 給墨西亞準備一個 人上的子民的宣講 我們上一次也有說過 西長若翰出現的時候 以色列子民 大概有四百五十多年 沒有出現一位先知 從馬拉基到西長若翰大概有五百年 很長的一個時間 所以西長若翰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 他早就引人注意 所以福音說 群眾到西長若翰跟前 到約當河邊那邊 聽他講道給他收集 然後群眾就問他 我們該做什麼呢 他們很渴望懺悔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西長若翰當時的權貴是多麼高 我們可以回去看 舊約時代的所有的先知 請問一下 舊約時代所有的先知當中 哪一個是被民眾聽從的 沒有一個 舊約時代的所有的先知們 他們一直宣講給民眾說 你們不要這樣說 你們要按照法律生活 你們要聽從上主的聲音 就講不聽啊 舊約時代的所有的先知們當中 其實應該很少沒有 不是被殺的 他們也是殉道的 可是呢 西長若翰他說 群眾到他邊前問他 我們該做什麼 所以他的權威是非常的大 然後他給他們講什麼 你們要去做很偉大的事情嗎 沒有 他說有兩件衣服的 就把一件給沒有的 有食物也分享給那些沒有的 衣服啊食物啊 就是人的最基本的一個需求 也表示我們最基本的一個 最基本的方法 所以在舊約我們也常常會看到一個 一個念頭就是慈善的功勞 能夠陪伏我們自己遺忘的罪 我們犯了罪 要怎麼陪伏呢 要怎麼陪伏 就是我們可以多幫助我們的競爭 所以德行篇說 水可以消滅業火 施捨可以陪伏罪 所以在四星期啊 或者在將領期教會 也叫我們多幫助別人 不管是用哪一個方式 因為現在我們很少會遇到一些 沒有什麼衣服穿啊 或者沒有什麼食物吃的 但是其實人在別的方面是非常的貧窮 尤其是在心靈的這個方面 非常的貧窮 那麼若翰的這個宣傳呢 也就是福音的開關 主耶穌在福音也不是說 我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那麼簡單的一些行為 他也沒有說你們給我做了很大的見證啊 或者怎麼樣沒有 這麼簡單 然後福音說 有稅務員跟軍人也來受刑 然後他們為了行程不換說 我們該做什麼呢 路加特別提到這兩種人的威格 為什麼呢 稅務員跟軍人 當時是有太人所成群的 為什麼呢 稅務員跟這些軍人 他們本來就是有太人 他們不是羅馬人 他們是有太人 可是呢 他們給羅馬帝國服務 所以他們犯了一個當時 尤其是法利塞人 無法原諒的罪 就是叛國罪 他們就是放棄自己的祖先 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民族 為了賺錢啊 為了地位啊 所以 所以 路加特別依靠了他們 那我們知道 若翰根本沒有拒絕他們 他們來的時候 若翰沒有說 你們不要來 你們是醉了 或者怎麼樣 就給他們講了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讓你們 禁止的時候 不要多虐了 徵收啊 然後呢 這也是很有趣 因為 我們今天念的福音 前面的一個節 他說 有一些法利塞人 也到羅漢跟前 受洗 然後羅漢一看到了他們 怎麼講呢 他說 都堵捨了種類 誰指教你們能逃避即將而臨的憤怒呢 所以很嚴厲的對待他們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罪人 不管是犯了一種罪 可是他誠心誠意的懺悔 天主會見啊 但是呢 另外一些自以為了不起 看不起別人啊 自以為是沒有罪 然後是假善的 天主肯定會拒絕他 不會接納他 因為他缺了這種謙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希特羅漢接納了一些 當時被看不起的那些人 可是對於法利塞人做很嚴厲 然後從希特羅漢的這些 宣傳我們可以強調兩點 第一點是 就是真正的回合 拋壞了愛主 愛人 雙種方向的行為 不只是單方向 對他人的愛 那再來是 第二點是 若漢也沒有叫這些人 換職務 還有說你們雖無緣 要辭掉你們的工作 軍人也要離開你們的工作 他只是說 在你們禁止的時候 要正直 要守公道 要按照正義生活 接著福音說 人民那時候 期待著墨西亞呢 所以心情中 都在猜想說 若漢是不是墨西亞呢 然後若漢就可以耶穌做成說 我不是 可是將來原位比我大要 那麽從這個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 西哲若漢約令 讓民眾了解 他的這個舉動 就是開始宣傳 然後給他們一個 懺悔的洗禮 這些全部都是象徵性的動作 是一種象徵 事實上 旧約的所有的儀式 我們旧約法律當中 是有非常多的儀式嗎 要獻祭啊 有非常多的那些禮儀的東西 這些沒有一個 能夠形成恩寵 像我們現在的聖世 能夠形成恩寵 他們是一種象徵性的 他們指向誰 指向主耶穌基督的 十字架的犧牲 所以主耶穌基督 十字架犧牲之後 我們現在的聖世 確實能夠形成恩寵 不管怎麼樣 不管我們說 神父做彌撒的時候 他自己有大罪 也沒有報告解 可是他成聖禮的時候 聖禮還是有成效 報告解釋一樣 所以西哲若漢用一條比喻 也很有趣 很有趣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舊約跟新約的差別 他說 我是用水 可是墨西亞會用火 我們可以做這個比較 舊約好像水 可是新約呢 好像火那樣子 然後西哲若漢又 使用一個當時大家都熟悉的一個比喻 收割的比喻 來說明 墨西亞來的時候 他要扮演另一種角色 就是審判 他要分開善人惡人 正如在收割的時候 要分麥子跟康林那樣 在福音當中 耶穌也親自 用講過同樣的比喻 那麼 我們今天 要把福音的一個部分 應用在我們身上 就是那些到西哲若漢天前 問他說 老師我們該做什麼 為了準備主耶穌基督 墨西亞的來源 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可以反省 在我們 對那些離我們最近的人的關懷上 有沒有做到 在我們的工作上 在我們的職務上 有沒有福音的行為 我們這次都可以放心 然後問自己 我該做什麼 為了準備主耶穌基督的來源 我該做什麼 要淨化我們的心靈 來迎接主耶穌基督 那麼我要怎麼淨化呢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 恬求聖母媽媽幫助我們 在這兩個禮拜 期待主耶穌基督的誕生之前 能夠盡量做一些真實的 能夠淨化我們的心靈的 具體的行動 這樣子我們才會 享受 今天在如今二聖保路 告訴我們的 你們要常常喜樂 主已經盡量了 主已經盡量了 讓我們恬求聖母媽媽幫助我們 得到祂擁有的這種喜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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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